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美国股市大涨 台北股市跟着涨 我希望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既然要花时间 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来收看我跟大家的一个报告 我就希望各位观众 观众朋友投资朋友 你不能讲说美国股市大涨 台北股市涨 这样子的看法永远是不够的 我希望你看我的节目 你能够往前 往更进一步 更领先市场去多了解一点 这个才是我上节目最重要的目的 美国股市 你要说它涨 其实它是涨跌涨跌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当中 难道没有迹象可循吗 有 你光看这个地方 老朋友都知道 这个叫做背离 那最基本的背离 背离往上 然后什么时候会碰到压力 这个都是可以 你在昨天晚上之前 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这个不是什么困难的地方 反而是我希望大家多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这个结构里面我带大家看 今天2月4号整个盘面当中大部分的时间 电子股的涨幅都比大盘小 然后从食品 塑胶 纺织 电机 汽车 一直到金融股 传产股 跟金融股 涨幅都比大盘要大 好你说这个是 今天盘中跟收盘后 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如果只是看图说故事 那还是没有办法领先市场一步 今天这个盘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哪一天 还有大的变化的时候 你必须要事先有一个看法 所以今天的 金融股跟传产股 比电子股要强 是昨天的开盘就要知道的 昨天2月3号的开盘 这个地方 我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 昨天的金融股跟传产股 一开盘的位置 都比电子股要强 所以你从昨天到今天 你看到的盘面当中 不是涨几点的问题 是里面的结构 金融股传产股比电子股要强 那电子股真的弱吗 我们再看一个叫做广达 电子股还不到那个时候 你不要这么紧张 说电子股就要完蛋了 还不是那个时候 只是这个结构的变化 就像我们常讲的 趋势的形成 它是不容易察觉的 但是你一定有办法可以事先察觉 因为它是一点一滴缓慢 但是你可以察觉的 今天盘中涨广达 广达急拉上来的时候 大盘并没有过高 那为什么广达急拉上来 大盘没有过高 因为广达拉上来之后 有其他的电子股在调节 那广达什么时候曾经涨过 刚好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 1月28号 你在这个节目当中 你也看过 当时它去供电子股里面的广达 我说电子股开始要守 它不攻了 然后从上个礼拜的 你自己去看宝城 台硕统一超 是不是都往上攻一段 宝城今天还大涨 台硕往上攻 统一超往上攻 这个我等一下还会谈到 昨天过高之后 今天拉回 好 所以一个礼拜前 你就要知道说 当电子股在攻广达的时候 一个礼拜前在这里 电子股在攻广达的时候 它后面两天是往下的 电子股攻广达的时候 第二天 第三天 大盘是往下压的 所以今天又跟一个礼拜前 1月28号一样 盘中去攻广达的时候 明天后天 它会不会往下压 你可以从一个合理的推论去看 这个叫盘面当中 很细微的地方 很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没有时间看 我帮大家看 我带各位看 一个礼拜前跟一个礼拜后 其实那个操作的惯性 那个整个矿盘手的惯性 它似乎都是有机可循的 甚至于连美国股市都一样 所以我们再来看 这个都最简单的 9523不是高点 所以今天过9523 那今天过9523 一样 上个礼拜 你就可以知道说 9523不是高点 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个不是新的方法 这个是老旧的方法 那9523今天过的会怎么样 昨天我们有谈到 过了9523 如果它是在礼拜五之后 再去过9523 2月6号礼拜五之后 再去过9523 那么它你要站在卖方 要调节更多的个股 你要卖更多的股票 可是它不是在2月6号礼拜五之后 才去过9523 它是在昨天讲完之后 今天就去过9523 所以它在今天2月4号去过9523 代表它是一个结论 就是大盘今天去过9523 盘中9533嘛 这个地方它提早去过9523 它虽然不是一个直接往上攻的一个攻势 但是它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所以就算盘中去攻广达 就算接下来两天有拉回有整理 它仍然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如果说 你现在在看电视节目 任何的分析解盘 它每天跟你讲说K线 每天跟你讲什么筹码 然后什么人买了多少张 一副很神秘很厉害的样子 你应该要打电话问 就像你打电话进来 问我们的服务人员一样 你们老师讲的方法 人非你讲的方法 是不是我们会员朋友都知道 我讲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用 我讲的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员朋友 你都能够重新再讲一遍 然后你可以一辈子变成你自己的方法 这个才叫做方法 我要讲的就是各位电视不管怎么看 你电视怎么看 到最后什么叫做方法 你总是要能够交给会员 交给会员 会员能够自己简单使用的 才叫做方法 不管你看多神奇 什么节目讲的多神奇 到最后总是 我能不能交给你 如果你说 去问的结果是 不行啊 那是我们老师的秘密武器 我们老师很神秘 我们老师自己读到的一个方法 不能交给你 不能交给观众朋友的 就不是方法 我的看法就是如此 所以我的态度很简单 简单的东西你自己要会 我不断的在每天的分析附入当中 我都事先给大家 不管是大盘也好 个股也好 这个你才有办法一辈子去运用 所以你说电子股 什么时候它真的会比较弱 因为这很重要啊 台北股市毕竟还是看电子股 涨跌当中强弱之中 还是看电子股 所以昨天有讲到了嘛 可曾今天还在290 离277还早 这个价位没看到之前 你都先不要讲说电子股有多弱 所以我们再来看啊 你自己可以用的才教方法 我能够全部交给你的才教方法 不要故弄闲虚 不要假鬼假拐 好像自己什么很厉害 天底下的东西 能够给投资朋友的才教的方法 这个也是一样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 摩台2月 你有没有过高 2月4号今天哦 摩台2月 各位增大你的大眼睛 摩台2月有没有过高 没有过高 因为摩台2月的高点在这个地方 加全指数有没有过高 有 加全指数有过9523 因为9523本来就不是高点 9523 9523本来就不是高点 所以他今天就过9523 只是提早 提早的话他还是一个强势整理 但是摩台2月没有过高 可以很清楚看得出来吗 好那摩台2月没有过高 有很重要吗 他不是很重要 我还是强调 他是每一个细节 他可以告诉你未来 因为这个细节在上个礼拜我们也用过 同样一个礼拜前 摩台2月 上个礼拜三9点半 他先破三日低点的时候 我说他代表摩台结算之后要先压回 摩台结算之后真的就压回 就这个上个礼拜三1月28号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已经告诉你最真实的语言 股票市场最真实的语言 他已经告诉你 他摩台结算之后 他要压回 那么压回来之后 你看到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上去大盘过高的时候 他到今天为止 他还没有过高 所以这个地方代表 他是一个强势的整理 为什么是强势整理 因为他提早过9523 因为电子股的结构当中 还没有完全出现败向 所以这个才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电视的一个前后关系 你要看结果很简单 以后怎么样让大家看结果 因为基本上过去一年半 超过一年半了 我从2013年5月 到这个运通财经台 跟大家做分析 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当中 我每次都要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去看什么 你都会背了 你每天都会讲了 你去看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里面会告诉你一些 基本的原理原则方法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从2月份开始 我已经想清楚 我接下来 在未来几个月当中 我要带给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因为任何分析的背后到最后 你都是希望要赚钱 可是在赚钱之前 请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投资朋友 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在赚钱之前 你做了什么 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做 该会的不会 该听的没有听 该做的功课没有做 然后你就认为说 你可以赚大钱 如果你在赚钱这两个字之前 没有先做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跟动作 那赚钱这两个字 就不用讲了 就是空谈 那我怎么样帮大家做 最后几个月 我就需要让各位 你现在跟过去一年半不一样了 不是只有看分析附录 因为这是基本的东西 你会了以后 你没有时间做功课也没有用 那你没有时间做功课 我就把功课做好 过几个月 你只要把电脑点进去 点进去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里面 只要当天出现了个股 你第二天 马上就可以自己去做动作 这个是最实用的 这个才是股票市场到最后 你任何分析 任何方法的背后 投资人最终的需要 就是他要知道 我第二天要怎么做 我要进还是要出 我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我都能够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 我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你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下半段回来我们再谈吧 我下半段一回来两分钟之后 我再从个股的价位 跟大家谈起 两分钟再见 拜拜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 未来学 我们先从个股的价位谈起 这个也叫价位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都是跟上半段你看过一样 最基本的方法 基本的方法背离它也可以用 不是不能用 只是背离你做了什么动作 这是一个反弹 这股票我没有做了 但是它反弹事实上 它有到这个位置 反弹从这个圈圈 从这个地方 这个反弹25块1 这里就是25块1 25块1涨到33块 有稍微穿过这个地方 可是它从这里到这个地方 你一开始 如果你进去做操作 你要想的是 我就做这一段就好了 我就是要这一段 它后面再怎么走 你要重新再去看 不是一档股票 从头就是 不知所以然的去操作了 而且更何况 不管现在是过年前过年后 很多你不熟悉的股票 你不认识的股票 除非我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提醒你 你不要乱碰 我不是说大盘不好 我不是说大盘会跌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很多个股你不熟 你干嘛去碰 这股票之前多少人讲 因为这一段很强 涨上来的时候 告诉你说这股票有多好 讲了一堆故事 讲了很多题材 讲了再多再多 它不是跌一点点 它是从58块 30块 16块 从58块跌到16块半 58块剩16块半 我在节目当中有讲过 我是苦口婆心的讲 我连遮都没有遮 我也不怕得罪谁 因为你不了解的东西 你不了解的东西 从58块4 你了解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看 你了解的东西你要看 基本的方法你要看 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对 那不对你说 多好多好 那是一个题材 讲故事是不必要的 我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跟大家讲什么 伟大的故事了 不止到31块7 它还跌到16块 所以不懂的股票 是不是不要碰 对不要碰 那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谈大盘 因为如果连大盘都谈不清楚 那你个股怎么会讲得清楚 那也很神奇 大盘从1月16号 这个框框 9108 我画好在这边等你 它从9109涨上来到今天 再过9523 好这个框框没有变 这个框框到今天为止 你看周线一样 这个框框仍然 跟我在画个股一样 你在我的节目当中 看过很多个别股的框框 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这个道理方法 你会不会而已 9593 这个地方仍然不是高点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这个已经跟前面的不一样了 这里又不是高点 这是一个中线的角度 可是要直接一样 直接过去过9593之前 除了有一点点压力之外 其实它本来要直接过9593 也是一天的事情而已 可是如果你一天 就把它掌握9593 我认为仍然是太浪费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最好在这边 整理整理整理越久 以后再过9593的时候 那整个空间更大 你可以获利的程度才会更大 所以在这个行情当中 最重要的是价位怎么去做设计 鸿海87.9是什么意思 鸿海不要说我没有讲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自己去操作的 你确实你买了有赚钱 你买这里也好 你买这里也好 你不管在这个地方 什么地方买 你到今天都是赚钱 除非你买在这里 可是他今天收87.5 他没有收过87.9 如果他要往上 再去往前面的什么补缺口之旅 往上面的压力去靠拢 他要先收过87.9 今天并没有收过87.9 所以我们就把他卖一下 我们就把他卖一下 反正过年前小红包 Gagantile 好 再来有一档股票 你自己留意 这个量缩的时候 量缩的时候 你自己做留意 没有什么伟大的故事 没有什么伟大的基本面 它就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操作 所以 节目当中我能够提醒大家 我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中线的角度 那么统一超一样 是一个中线的角度 我们再来看 鸿海进来之后 从83块那一天 我说波段的低点 波段的低点上来之后 短线的条件 短线条件你怎么去操作 你到今天你去卖它 你都是获利的 统一超 董监交外资 超过90个percent 这档股票 从一开始到现在 你随便买 也都是赚钱 因为一开始在这里 上去下来上去 今天为什么打回来了 今天为什么 拉回来比较多一点 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 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昨天有提醒过大家 我就是怕各位 自己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稍微没有注意到 你就miss掉一个点 因为我昨天前天 连续两天跟他报告 统一超 在250块以上 你要先看到 这个法令的改变 然后要先看到 它上海的部分 上海的7-11的部分 转亏为盈 250块以上的波段 才会稳 不是只有一个 技术的理由而已 因为对很多电视机 前的观众朋友 你的资金不会够大的话 你不是为了一个技术面而已 你必须要有更深入的理由 我必须要帮他做更多更多的功课 更深入更深入的理由 你才有可能把你的1000万 2000万3000万 丢进去一档股票里面 所以技术面是在辅导我们 节省我们的时间 但是每一个个股的背后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得更清楚 你就不是只有买什么 50万100万 你等了解清楚的时候 你是可以买500万1000万2000万的 3000万的直接把它投入 个股里面 但是那个必须要有很多的时间 去做研究 坦白讲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纯技术面 它是可以用的 刚才谈到的统一超 这个你都看过了 过年前的小红包 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 节目当中 前几天你都看过了 短线的价位设计在过年前 从台达店到大立光 我也谈了两次 台达店201块不是高点 台达店201块不是高点 今天来到202 今天为什么来到202 马上上影线 可是这里的空间不大 这个我都讲过 201块不是高点 可是这里的空间不大 你就算买到最低 卖到202 今天最高点好不好 你也赚不到10块钱 所以我会选大立光 如果我可以 我们的台湾的政府 主管机关 可以准许我们分析师 自己做股票的话 那我会选大立光 所以你去看大立光 空间就比较大 你说同样是小缴一段 2805不是高点 今天来到2820 可是这一段 至少有7个percent 这里有200块 200多块 这里有200多块 短短这三天 200多块不是问题的 是他有超过7个percent 至少你在这个地方去选大立光 你还有算到7个percent 200多块的价差 那我是贪心的一点 我如果不要那么贪心 2805不是高点 今天来到2820 我是要等这个地方 让他空间更大 结果他来到这里 他来到2620左右 他来到2620这个地方 就上去了 然后到2820 所以我是贪心的一点 可是这个贪心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希望他来到这个地方 再去过2805 那你会赚得更多嘛 所以这个都是基本的东西而已 他不会让你赚大钱 7个percent怎么赚大钱 可是我接下来讲的 在过年后 大家好好一起掌握了 华邦店在12月31号这个地方 为什么拼命坐假 为什么7块8 8块9块10块11块 到11块4 这里坐假坐到12月31号 他已经注定说 3月31号的年报的时候 归属母公司的利益 这个地方 我们的客户里面 有会计师也有医师 那会计师你可以查证一下 这个地方的年报 这个其实归属母公的利益 在权益法里面各位查一下 粮草先行 这个地方已经是粮草先行 这个才是要注意的大的 一个大股东 在未来财务操作的过程当中 在整个上半年的行情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操作的方向 那还有一个就是 新的题材里面 像这个很饶舌的东西 各位没有听过 物意味感测器 意味感测器简单讲 就是白话讲 所有的液体 在管线当中的 不管实话场 实品场 包括今天很不幸的 私事的飞机里面的油管 只要有管线里面的液体 只要有液体的东西 它都可以让你直接感测到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股票 我们一起来注意 然后我现在要帮大家做的是更简单 就是我上班那也有谈过 我昨天有谈到 我希望接下来 我做给他家投资朋友的工具里面 你只要你的电脑点进去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我把它改版 改成 你点进去 做多做空 这个会改变 这个会改版 改成你点完之后 你马上就可以自己做操作 自己就会有对明天 个股有答案 但是不会每天都有个股 不会每天都有答案 这个才是真正 一个王道 真正对的方向 而且符合投资朋友 你这辈子最终极的一个理想 怎么样简单的做功课 那你可以更简单的 一样利用三一这个活动 三一这个优惠 马上麻烦各位拿起电话 跟我线上的服务人员 洽询预约 这个让利的活动 随时会截止 祝大家明天投资顺利 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